终极擂台赛 评论区呼声很高的 天劳性对战长城守卫军 今天他来了 双帽都是限定皮肤 让他们进行一维一单挑 究竟哪一花会更胜一筹呢 第一场擂台正式开始 火红悬测对战老虎 二技能蓄力带发 勾了一个空气 老虎一扑 扑了个寂寞 好家伙一上来 就让我干了两碗大米饭 开启战路模式 追踪悬测更胜一筹 对面只派出曹操上场 盘古开天霹地 曹操永远的神 看着出场气势 闪现配合一技能 冲出一大弹距离 成功拿下权策 一点也不脱离大水 打擂台就该如此 彰显真男人的魅力 苏联上场 上来就嘲讽对手 看来是相当的自信 要知道曹操的大招 回忽能力可是相当厉害的 单挑起来并不弱 双方一点也不含糊 直接开启战路模式 很明显苏联不占优势 被动被打了出来 但是我没有想到 苏联的最后竟然赢了 白礼你走开一点 不能帮忙的 此时苏联又站了起来 对曹操发起猛烈进攻 把他按墙上导致眩晕 一发平A成功拿下曹操 这直接颠覆了 我对苏联的认知 9级苏联对战 10级曹操还能反败为胜 这就是长安守卫军的魅力吗 这也太强了吧 对面孙并上场 上来就是一发一技能 我放苏联 只是等待技能刷新 准备发起进攻 拿着孙策不给机会 大招沉默 竟敢欺负苏联手短 闪现阁下再来个猛男春光 无奈血量过低 半下阵了 还能换掉孙并一半血量 已经相当不错 守约上场 就苏联目前这点血量 白礼平A就可以解决他 拿着孙并这个时候 刷起了无奈 逃离河道那一台 竟想和白礼守约打拉扯 这对于白礼来说 是非常难受的 并且也不公平 他只能抓住机会 能平A一下是一下 开启二技能 准备给孙并致命一击 但这枪法预判失误 既然你不下来 首先二技能一台 预测好孙并 接下来的走位 没想到的是 白礼这一枪 猛剧也能中 你们说是运气还是实力 孙并出来 又是给了白礼一套技能 白礼很无奈 等了一个试剧之后 白礼依靠隐身 枪并并的过来 一发平A 一个顺剧 成功拿下孙并 但白礼身上有孙并的印记 结果双方 打成了一个平手 最后我放凯皇上场 对战加罗 本想着凯皇这一击 可以打断玩的大招 看来是我想多了 那么接下来 就由紫棋来终结他 闪现个上 两发一技能 打出沉默 平A切换住剑 一举拿下 第一场内战战 长守卫剧 获得胜利 第二场内战战 咱们发育到14分钟 六神装对决 那么这一场 天狼性是否能够 扳回一城呢 还是长者守卫剧 能够连胜两场 我和悬侧 对战加罗 加罗一开始 就把闪现给用了 等一会儿 悬侧开上了 二技能勾中 秒接大招 一个背摔 一发平易 轻松拿下 让加罗和悬侧打 鼠师是有点难为他了 对面老虎上场 兄弟们 仔细看老虎脚下 难道这个KPR 皮肤还能有这种特效 冒黄光 上一场老虎惨败 那么这一场 他能够扳回局势 打败悬侧呢 悬侧勾中老虎 没有第一时间上 一技能拉近位置 背摔 接一个大招 闪现 拉开距离 看样子 敌方的老虎 应该是出了肉装 不然悬侧 这个野蛮都刮杀了 老虎不敢示弱 只愿地反击 尽管出了肉装 但是这个伤害并不赖 悬侧大招翻墙 这么长的链子 勾中老虎之后 总感觉是像 六小动物一样 不对呀兄弟们 悬侧的链子 啥时候有这么长了 都差不多有 整个屏幕那么长 难不成是皮肤 带来的特权吗 仔细看兄弟们 我放慢速度 悬侧这一钩子勾过去 很明显是没有中的 钩子回来的时候 就挂在了老虎身上 这多少有点离谱 换成圆皮的话 肯定是没有中的效果的 可见这是隐藏加成 回到战场 悬侧即便老虎中间 同时老虎证明了自己 可被板里一发平A 送回泉水 对面宛儿上场 看来悬侧凶多吉少 毕竟宛儿的大招 秒脆平 那是轻轻松松 兄弟们 让你们见识一下 凯荣的伤害 到底有多搞 大招一开 一个二技能 一大半管血 一发平A 轻松拿下王儿 半路的孙侧上场 他这个出场顺序就很尴尬 被凯荣一刀 两刀 三刀直接拿下 一刀流凯荣 果然名不虚传 对面曹操上场 没有大招的凯荣 还能敌过曹操吗 闪现跟上 天脸硬碰硬 哇 这什么伤害呀 满血凯荣 在曹操手下 根本不过看 兄弟们 看苏联这个大招 垂了个寂寞 他还能再次嘀咕曹操吗 两人打成一片 都没有退出的想法 头铁硬碰硬 只是双方的血量都差不多 但是仔细看兄弟们 苏联比曹操多出了一把名刀 出发名刀之后 曹操对中还是半下阵的 两场内在赛 都是长车守卫军 获得胜利 六神装的对决 紫棋都没有上场 那么双方混战 哪一方又比较厉害一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